外觀可以看到這次我們承襲在HTC 今年的Liquid Surface Design 3D曲面玻璃 不僅是背面 正面 都是3D的曲面 所以在握感非常的圓潤非常舒適 每一個角度 都很均衡的曲 從側面看特別的薄 這次我手上拿的是 HTC U11的新顏色 我們叫做Amazing Silver 在不同的角度下 你會看到藍色或是紫色 不同的光影 這次我們HTC U11 也搭載了全新的XSense 在螢幕休眠的狀況下 輕輕一壓 就可以打開相機 輕輕一壓就可以拍照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自拍 只要長壓 它就會做翻轉鏡頭的動作 再輕輕一壓 就可以拍照 相機的部分 還有最新的 Ultra Speed Auto Focus 還有極速的對焦 配上HDR Boost 讓我們每一張HDR 都可以在 User不用等待的情況之下 可以完成 所以User的整個拍照的過程 是非常的流暢 再來介紹 HTC的這次的音效 除了我們過去的HTC U Sony之外 我們今年在HTC U11 會推出主動降噪的功能 這是在U11上獨有的 也就是說在HTC U Sony 為您個人調整 最適合您的聽感 最適合您的profile的方式之下 同時你也可以沉浸在 你個人的聽感 不用受到外界聲音的干擾 所以你在通情的過程當中 你就可以更不受打擾的 享受你的Usonic profile 這是音效的部分 那跟聲音有關的錄影方面 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因為我們內建了四顆多像性的麥克風 所以我們看到有3D Audio 錄製的效果 所以當你在錄製影片的時候 其實聲音從四面八方來 你都可以清楚的分辨出來 那當你在錄影的時候 如果你zoom in 你會看到 你zoom in的方向 那個主角的聲音會被放大 四周圍的噪音會被減少 這就是我們這次 特別導入的acoustic focus的技術 以上是HTC U11的介紹 謝謝